9月28 微教師節 同時也是資深仙師孔子的聖誕 為了慶祝節日 南投藍鐵書院也辦理資深仙師文化節 祝壽三縣禮團拜儀式 當天眾多議員到場參與儀式 北空九年 季性仙師孔子祖的聖誕 這也是我們傳統的 拉電視以前 老一輩都叫作孔子廟 所以我們這裡也有學歷 季性仙師孔子祖 今天這就是我們普通的春秋兩節 儒家文化一直是我們台灣的文化的 跟教育的精髓 我們藉由這樣子的一個大典 來感謝我們資深仙師 也應該來尊師重道 藉由教師節這一天來扮演這些古典 來感謝我們所有的老師 在這邊跟所有的老師說你們辛苦了 仙雲有洪達 賴燕雪表示 9月28日為自身仙師孔子的聖誕 今天看到藍田書院秉持著 古老傳統的儀式來慶祝聖誕 同時也祈求縣內學子金榜提名 當然我們的孔子聖誕 當然我們的孔子聖誕 自從我們的社書達理 到南田書院 當時也祈求南道館可以奉獻 我們也希望這也是第一次看到 不單是我們宗教文化的傳承 當時也能夠來讓我們作出的事實 來瞭解我們文化的意義 先議員曾正言張家哲表示 今天除了慶祝自身仙師孔子淡城外 藍田書院舉辦這個科甲連登的儀式 也要保佑我們全縣的這些學子 都可以學業進步金榜提名 然後在這裡要祝福全天下的這個教師 教師節快樂 透過藍田書院秉持著傳統鼓勵的方式 來慶祝自身仙師孔子 也能讓許多民眾了解到 這項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 議員們也祝全天下的老師教師節快樂 記者傳媒君南投採訪報導